2月1日 最新曝光的照片显示 胡歌夫妇一同现身超市 驾车购物的画面罕见呈现 这对夫妇 即胡歌与他的经纪人妻子黄西宁 正在采购一大堆物资 仿佛在为新年做准备 充满了节日的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外出没有任何司机或助理的陪同 所有事物都由他们亲自操办 过着低调而朴实的日子 在漫长的明星恋爱和婚姻故事中 胡歌和黄西宁的爱情故事 以其低调而充满温馨的特点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这对夫妇的婚姻生活 充满了平凡的真实 散发着普通人生活的趣味 或许超市购物的照片 只是他们生活的冰山一角 但却完美展现了 家庭生活的美好和真挚 黄西宁和胡歌的婚姻故事 给人以一种温馨的感觉 他们的生活并不总是闪耀着聚光灯 而是充实而宁静 充满了对家庭的热爱 超市购物的照片中 他们或许只是在寻找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温暖 但正是这样平凡的瞬间 使得他们的婚姻更加牢固和真实 胡歌与黄西宁最新的照片曝光 他们一同现身超市购物 目标是采购年货 这一场景展现了这对夫妇平凡而真实的生活状态 也让人们感受到了家庭温暖的一面 这次超市购物的画面或许只是他们生活的一小部分 但却完美展现了他们平凡而幸福的家庭生活 这对夫妇的婚姻故事 以其低调而充满温馨的特点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对家庭的热爱和对彼此的关怀 超市购物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 令人瞩目的是他们没有带任何司机或者助理 一切都是亲力亲为 这种亲密而自在的购物方式 展现了这对夫妇平凡而真实的一面 胡歌头戴黑色鸭舌帽 身穿休闲绿色卫衣和外套 展现了年轻时尚的一面 他的打扮既低调又有型 流露出一种随性舒适的时尚感 与此同时 黄西宁的简单利落造型和短发活力十足 散发着一种青春的活力 两人携手在超市里穿梭 既是一场购物 也是一场时尚的秀场 胡歌与黄西宁的婚姻生活 给人以一种温馨的感觉 他们没有刻意营造浮华的婚姻形象 而是选择用平凡中的幸福来诠释婚姻的真谛 这次的年货购物不仅是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 更是一种家庭生活的美好体现 黄西宁与胡歌是在2014年左右相识的 那时正值胡歌参与拍摄《狼牙榜》的时期 黄西宁加入了剧组 担任了胡歌的服装助理 在这部古装剧中 服装和道具的考究程度非常高 对于黄西宁而言 这是一项相当繁复的任务 由于《狼牙榜》的古代背景和复杂剧情 黄西宁需要为胡歌准备多套不同风格和场景的服装 这其中包括了令人瞩目的宫廷礼服 武将绒装等 每一套都需要精心设计 以保证在影评上呈现出最完美的效果 他的任务不仅仅是追求美观 更需要确保每一件服装都合身 舒适 符合剧情需要 这段合作经历使得黄西宁与胡歌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工作关系 在创作过程中 他通过精湛的记忆和对细节的极致追求 为胡歌的角色打造了独特的服装形象 这不仅展现了黄西宁在服装设计领域的专业素养 也让他与胡歌之间的默契更加深厚 这段合作经历成为两人之间感情的起点 从工作中的相知逐渐发展成为更为深厚的感情基础 这也让黄西宁在胡歌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为两人未来的爱情故事埋下了伏笔 胡歌对黄西宁的工作表现深感满意和感激 他认为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和责任感的女孩 胡歌不仅对黄西宁的专业素养赞赏有加 同时也对她的敬业精神深感佩服 这种专业的工作态度使得两人之间的合作更加默契和顺畅 在《狼牙榜》的拍摄过程中 胡歌开始主动与黄西宁展开交流和沟通 他不仅关心他的想法和建议 还会分享自己的心得和感受 这种互动让两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局限于工作合作 而更像是朋友间的交流 这份互相理解和信任的关系 不仅让工作更加融洽 同时也为两人之间的感情埋下了种子 胡歌通过对黄西宁的关心和尊重 彰显了他对于才华和努力的认可 而黄西宁在专业领域的出色表现 也让胡歌更加欣赏他的能力和品质 这段低调的恋情一直未被外界察觉 直到结婚消息的爆发 胡歌一直以来都选择隐私生活 这使得他的婚讯更显得让人措手不及 粉丝们纷纷表示 他们对偶像的幸福感到由衷的高兴 也为他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 这个转变让人感到出乎意料 但胡歌的粉丝们在得知结婚消息后 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失落 反而更多的是对他的支持和祝福 在社交媒体上 粉丝们纷纷留言 表达对胡歌的祝愿 希望他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总的来说 胡歌的结婚消息在2019年底掀起了轩然大波 但更多的是积极正面的反响 这也让人看到了胡歌在事业之外 追求幸福和平静生活的决心 胡歌一直以来都选择隐私生活 而他的婚礼也延续了这一风格 只邀请了最亲近的人 分享这一特殊时刻 这样的举办方式让婚礼更为温馨和私密 让新婚夫妇能够在亲友的祝福中 度过这个重要的时刻 整个婚礼现场的氛围十分浪漫 粉色的花朵装点着场地 气球在空中飘舞 而闪烁的灯光为整个仪式增添了梦幻的感觉 这些细致的安排让整个场景宛如童话世界 为胡歌和黄欣宁的爱情故事刻下美好的一夜 揭示了胡歌夫妇在日常生活中的低调和平淡 以及他们之间如同老夫老妻般深厚的感情 胡歌夫妇在置办年货的细节中 展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亲密默契 尽管在全程的过程中并未展现出公开的亲密互动 但这种无声的默契却在细节中透露着深厚的感情 这种默契是建立在长时间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的 正是这样的默契让两人看起来像是老夫老妻一般 默契中透露着一种默契的成熟和稳重 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选择低调过年 不追求炫耀和张扬 而是专注于平凡的家庭生活 这种生活态度显露出一种淡定和宁静 从胡歌和黄欣宁相处的状态 以及胡歌及其好友在采访中提到的内容来看 成为父亲后的胡歌无疑是非常开心、幸福的 仿佛他们明白幸福并不一定需要外界的瞩目 而是在平淡的生活中悄然绽放 这样的情感状态在现代社会显得格外可贵 让人们感叹胡歌夫妇的感情之道 他们的选择让人感觉这段婚姻 并非建立在外表的浮华上 而是深深扎根于心灵的默契和相互理解之中 总体而言 胡歌夫妇置办年货的新闻 反映出一种深沉和成熟的感情状态 他们在平凡的日子里 诠释了一段平淡却坚固的婚姻 给人们传递了一种珍惜和守护爱情的价值观 请不吝点赞订阅